谁让你搬家了,太多误会了 这是你个性中的缺点,我马上到家了 你玩弄中国媒体,中国人太善良了 让你这种人叉子在中国混 9月13日,李扬的前妻Kim连发数条微博 曝光了李扬和他互通短信时恶语相加 联想之前两人离婚后还曾给女儿同过生日 关系似乎有所缓和 但现在如此出言不逊,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发现虽然法院之前调查出来了 李扬名下有23套房产 但是为了执行我们离婚案的判决 他们偏偏想卖掉我和我们三个女儿 现住的这套李宁,李扬的妹妹 名下的房子又要搬家了 其实早在今年2月 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对李扬和Kim的离婚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Kim获得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同时李扬需向Kim支付1200万元的财产折价款等 但对于房产如何分配 却没有明确写在协议之中 一定他们是认定他的家报 还有是无完钱的 还有其他的钱还是抚养小孩是都一样的 还有他们给李扬三个月 还有我家一个月 还有给他 应该他需要安排好的房子的名字 复杂的东西 他说他的工作没钱 还有太困难的 还有我给他一点理解 给他长一点的时间的 其实李扬和Kim在一审判决后 双方都有让步 然而时隔七个月 双方为何又起争执 记者试图联系李扬和Kim 但均没有得到回应 您拨打的号码已过期 一段感情的结束 真的靠一纸法律文书就能彻底解决吗 这个问题似乎依旧困扰着李扬和Kim 究竟后续如何 我们播报记者也会继续为您关注此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